暑假当真可谓神仙打架 待播剧有肖战的玉谷瑶 诚意 杨子的陈湘如蟹 迪丽热巴的安乐船等 从清一色的古装剧来看 古装剧不仅受重广 还深受网友们的喜爱 还没等到陈湘如蟹的播出 诚意的又一新剧莲花楼官宣 诚意将搭档曾顺希 肖顺瑶采用三男主的形式 联手打造一个快意江湖 清纯的陈都玲 则担任该剧的女主 俊男靓女 杨演的同时 四人的首次合作 也给网友留下诸多期待 莲花楼改编自腾平的吉祥文 莲花楼 是由双导演郭虎和任海涛制作完成 郭虎作为名导 作品层出不穷 2020年由任佳伦 白鹿主演的周生如故便是出自他手 还有即将上映的陈香如谢 也是他的重头戏 该剧很有可能爆款剧 而任海涛导演曾与郭虎合作拍陈香如谢 如今再度合作拍莲花楼 两人强强合作 是否会更上一层楼呢 不禁让人满怀期待 莲花楼主要讲述的是十年前 四顾门门主的李湘怡 诚意是剑法卓绝 以湘怡太监威名天下 金渊蒙盟主迪飞生 萧顺瑶氏 早想与其鄙视一番 两人约战东海 一番大战后 两大高手都身受重伤 就此萧生匿迹 镜头一转 十年后 李向怡厌倦江湖争斗 退隐于莲花楼 专门给人看病 这时出现一位关键人物方多病 曾顺西氏 他为了拆穿李向怡假郎中身份 处处设计 此时迪飞生发现郎中就是李湘怡时 不惜大打出手 而此时 社会动荡不安 出现诸多奇案 三人决定携手共破江湖奇案 还天下正义 保国家太平 不难看出 该剧除了武打外 还有悬疑 就莲花楼整体框架来说 他将武侠与悬疑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同玉谷瑶 雪中汗刀行等武侠篇的不同之处 在这里 除了两大门派之争外 还有江湖儿女的行侠仗义 在争斗中 夹杂着对江湖奇案的探索 莲花楼作为一部古偶剧 并不担心热度问题 离我们最近的雪中汗刀行中 可以看出 该剧虽没有口碑 而且武打设计差 但热度丝毫不减 而莲花楼也是一部武侠剧 莲花楼剧情完美 只要制作精良些 足以成为爆款之作 在众多演员中 成毅的演技早已如火纯青 成毅古装打扮堪称完美 妥妥的美男子一眉 在2020年 与美女原冰炎搭档主演的 古装仙霞剧流离中 成毅饰演的雨思凤 让人为之一惊 哭泣让网友们为之动容 而即将播出的陈湘如谢 也会为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如今饰演李湘怡 美男子形象再次让观众如痴如醉 再加上高超的演技 简直无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